阿本今年初音聚烈头痛而就医检查 却被初步诊断出动脉瘤 甚至还说后续有可能非死即残 而近日他在社群上分享 男友陪他去医院回诊后 问他当天是否需要拿药 而他下意识回答不需要吃药 因为这个病没药医 随后两人突然对看后笑出声 阿本也解释到 以前听到别人用台语说没药医时 几乎都是在骂人 却没想到自己现在是真的没药医 也没想到有这一天自己会面临这个课题 但他认为即使这样 也要让自己保持健康 放松开心生活 不过他罕见提到男友的放闪举动 也立刻引起热议 事实上早前阿本曾晒出 与好友阿贝疑似穿着情侣装的合照 并在配文中写道 感恩一路的陪伴等 暧昧字眼 让不少网友激动直呼 这个画面太美好 希望你们能永远幸福 如今阿本公开放闪男友 等于坐实恋爱消息 也直接断开了万年绯闻男友 严亚伦 粉丝也开玩笑说 本轮CP真的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